周三 呈县宪政委员Andrew Doe因为女儿遭到呈县当局指控挪用公款 被县府同僚卡翠娜弗利和文森特萨米恩托要求下台 根据城市新闻社周三的报道 县委会预计在9月10日的会议上投票解除Andrew Doe的职务 确保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主席瓦格纳也已经把这件事列入议程 并预计会议将通过这项决定 瓦格纳在本周一发表声明 希望Andrew Doe能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 同一天英文大纪元也向县委Andrew Doe请求评论 但遭到拒绝 本月稍早 城县县府起诉宪政委员Andrew Doe女儿任职的越美协会 与主席范彼得 指控越美协会不法挪用数百万美元的疫情救济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滋溢综合报道